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當時同仁正在用餐 但是剛好遇到大浪 所以整個都被打翻了 比較有經驗的同仁 他第一時間 有可能會把他的餐盤舉高 當時湧浪打上來 船上東西翻的翻 導得到威力太大 連坐都坐不穩 但船上的大家不慌不忙 因為這種狀況 對他們來說早已習以為常 海巡工作不容易 因為船上大浪不可預測 有時可能會因此受傷 金門第九海巡隊十四號晚間 發現非法大陸漁船 隊員奮力跳過去 但剛好遇上長浪 靠近船頭的隊員摔得不輕 坐在地上許久 才緩緩站起身 另一名隊員也明顯走路 一拐一拐的 但他們仍忍痛完成作業 才送已久之 由於浪太差 那那個巡方艇的甲板 跟漁船的甲板太高 那省次有高到超過一個人的 那個的高度 其中一人傷勢較嚴重 粉碎性骨折 開刀住院修養 海巡隊員保家衛國 還得面對海面上 各種突發狀況 海上生活實在不簡單 三天室的旅燕 葉祈凱 周遊軒 華臨進入報導